大蒜什么时候浇水 大蒜通常在秋季播种 播种后要浇一次水 由于经过漫长的冬季 所以这次浇水一定要浇足浇透 除了为其生长提供帮助外 也能让地膜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 在春季气温回暖后 一般在4月上旬需要浇一次撞苗水 这是幼苗的发育初期 需要保持土壤的湿润 才能让它生长得更加茁壮 此时水分不足会影响到产量 还容易导致幼苗干死 一般在4月中下旬开始生长 从生长到采收一般需要30天左右 水分不足会使其消耗临近和水的养分 对大蒜的收成不利